先看世家 暴皇世家他問了一個問題 平時你們每晚節目 去想這些主題的時候 靈感在哪裡來的 會不會有腦閉塞的時候 這麼多年的音樂節目 現在還要去想一些主題 其實是很吃力的 因為其實很多主題都真的會玩過 尤其有些主題其實你很難免會重複 例如早前 你看我在金像獎過一晚節目的時候 播一些香港電影歌 或者可能在聖誕節的時候 總有一晚你要播一些Lonely Christmas 今年會聖誕 這些是每年你必播的歌 所以主題總是會有重複的時候 所以其實新歌就有很好的化學作用 如果你有聽過做節目的話 我很喜歡將新歌和舊歌拼在一起 我總是覺得有些不同的火花會存在著 一來新歌都需要播 都需要人多 如果不是這樣就沒有將來經典了 是不是 現在你所播的歌是由電台提供的 還是你自己帶回電台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我看到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雙類似的一齊出現了 不如他就說 又是讚美說話了 謝謝 然後就說 小寶哥提到電台的Library 那些歌曲很齊的 是不是呢 其實呢 港台自己有一個Library在一起 但是因為我是晚上才回電台 那我晚上 我做的節目前後的時間都比較晚一點 所以其實那個Library已經是close了 除非我真的要找那首歌 是去到 我非要去那個Library不可 那我就要日頭特地回去借那首歌 然後晚上再回電台做節目的時候播 否則的話 現在你平時在輕談裡面聽到我去播的歌 都是我自己帶回去的 那你可能問 那你有多少首歌 你怎樣儲到那麼多歌回來 嘩 這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東西來的了 有機會你認識我媽媽的話 你就要知道我家裡有多少的CD在這裡 一直是去到她吵了我好多年 究竟你想怎樣擺啊 不要弄到周圍是呀 從小到大儲買 儲買那麼多的歌 那麼多的碟 原來現在工作用得著 那麼你們就喜歡聽 Darren 她就說問 是不是每一play都要計次數 就算只有幾十秒 是不是都要報回給IFPI和Cash呢 是的 這個我是在初入行的時候 監製也有跟我們說 就是就算你在節目裡面播了 就是如果新聞就到啊 整天中間你播了一首歌 只有一分多鐘 你都是要報的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次做完節目之前呢 我們都是要將我們整晚播過的所有歌 都進入到一個系統裡面 這個系統呢 就是幫助電台記錄 到底今晚播了什麼歌 然後就是要去登記回給 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IFPI Cash 以及現在有一個HKREA 那麼就去給回各大的唱片公司 然後他們就會有回相應的版稅 去給回一些歌手啊 創作人啊 那麼他們才可以賺到錢 繼續工作的嘛 雖然我知道這些錢很少 那麼如果你覺得這種互動是正的話呢 那麼就給多個like啦 給多點留言啦 給多點轉發啦 那麼就對於我來說 我就完全從這些數字上面 知道你們是喜歡的啦 記得在下面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鐺 那麼在面書 在IG都keep著去like keep著去follow 那就OK的啦 那麼如果你們有些什麼的題目 是關於可能一個DJ的背後啊 一個電台節目的背後啊 或者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你是希望我去分享的話呢 留言告訴我啦 那就OK 下次見 bye